大家好 我是历史老师曹若梅 翻开第三号 神探档案 让我们一块来认识唐朝的许永峰 说到这个人物 大家或许会觉得有点陌生 但是我们曾经介绍过 神探档案的第一号人物 就是大名鼎鼎的敌人杰 其实啊 许永峰和敌公同一时期再朝为官 他还救过敌人杰一命 因为许永峰就是一个 能够从案件中抽丝剥茧 为了维护法纪 而不计个人生死的公正判官 许永峰也是唐太宗真官年间出生 之后通过科举考试明经科 从地方官 渡州的司法参军做起 许永峰经历了唐高宗武则天两朝 其实武则天在唐高宗执政的晚期 就以皇后的身份处理朝廷政务 之后他不甘心位居太后 积极的为自己登基称帝而布局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 武则天选用了一批心狠手辣的酷吏 夺知罪名制造冤狱 迅速地产出异己 这些酷吏未必懂得大唐律法 但是他们为了迎合武则天 残害忠良 从不手软 偏偏只有许永峰 感叹他们直求对决 维护法律也绝不服软 徐友公执法公正 义无反顾地制止各种冤假错案 例如在狼牙王李冲的谋逆事件结束后 一个地方信令 严于庆被指控和李冲合谋 论罪当展 酷吏对他严刑拷打 严于庆只好认罪化压 此案后来转交给了司刑寺 当时徐友公是先上任的司刑成 他从供状和物证中逐字推敲 发现严于庆和李冲只是泛泛之交 往来书信的字句毫无谋逆意图 至于说严于庆的一名家谱 购买了弓箭 那也只是为了打猎时使用 难道一副弓箭就能够起兵造反吗 他认为就算是严于庆自个承认了 但是罪证不足 很有可能是被驱打成招 那么要如何纠正已定的冤案 或者是缩小于法律的偏据减轻 严于庆的罪名呢 徐友公查阅了武则天当年颁发的永昌社令 发现了魁首和知党的不同 徐友公在朝堂上援引了永昌社令 武则天脸色铁青的反问 严于庆为什么不是魁首 徐友公镇定的回答 谋逆的魁首李珍李冲父子已经不法 而严于庆呢 现在才判刑 所以他只能算是支党 而不是罪魁祸首 最终武则天同意 严于庆罪不致死 家产不必充公 家人更不必沦为奴隶 在这场激烈的朝堂论变中 武则天第一次注意到徐友公 爱才之心 由然而生 徐友公的仗义直言 免不了得罪了一大票库力 这批人随时准备 对徐友公下手 徐友公自认为刑事端正 紧接着他又为罪臣 韩继孝的家人说情 因为韩继孝的谋逆案 早就结案多年 如今又重新提审他的家人 要将他们判刑流放 这种翻旧账的做法 完全违背了法律的公平 武则天申表同意 连带的谨慎审理了 一大批的罪犯家属 还与他们清白 所以徐友公在三年之中 平反了数百件的冤案 营救出数千名的官员和百姓 因此人人都说 徐公审案得生 库力审案必死 徐友公广受人民爱戴 也被武则天提拔到刑部 可以参与更多重大案件的处理 在他宛如走钢索的人生里 徐友公要如何的拨乱反证 又会遇到哪些危机 他能够化险为夷吗 请持续关注神探档案系列节目 我们下节课见